第143章 罗门鬼印 我跳下去没关系 听郭志这么说 我松了口气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 你明明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的 可是有这么好的机会 你却不抓住 哎 你忍心看着你父亲病死 母亲累死 无依无靠的妹妹成小混混 最后靠出卖身体为胜 给老子闭嘴 郭志愤怒的面容扭曲 是你害的 是你害的 死 死 死 快给老子死 郭志的身体瞬间变成黑色 死气弥漫 怨气厚重 恨不能把我生吞活泼了似的 郭志 我告诉你 我可以给你家人一百万 有了这一百万 你父亲的病能治好 母亲也不用每日第三下四的扫大肩 妹妹也能顺利完成学业 你可想好了 你明明可以改变家人的命运 你确定要放弃吗 郭志冷了一下 继而竟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张栓柱 我 我特么救护你 你说冻老子了 你如果真能给我家人一百万 我可以饶你一命 我死不足惜 只是我妹妹 我妹妹学习很好 而且懂事 基本上照顾父亲的重任都在他身上 每次有好吃的都不舍得吃 都偷偷留着 等我回家和我一起分享 张栓柱 我求你 你给我家人一百万 哪怕让我魂飞魄散 我也愿意 这郭志也是个孝顺的人啊 在岛屿上表现那么凶悍 也不过是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我叹了口气 好 把你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给我 我派人去给你家人送钱 郭志立即把他家位置告诉了我 我立即命令名妻 师韵 去把赌博迎来的钱 送一百万给郭志的家人 师韵也并未犹豫 毕竟现在人命关天 他也不心疼钱了 之后 我按郭志说的号 给他家人打了过去 很快 电话便被打通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稚嫩的女孩声音 喂 谁呀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大概是担心影响到父母 小妹妹 你是不是郭志的妹妹啊 我笑着问道 我是题材复利中心的 你哥哥中了两百万的大奖 一时半会儿 联系不上你哥哥 所以我想着 能不能把钱送到你家里去 什么 女孩的情绪有些激动 不可能的 我哥哥运气很差 不可能中奖的 你们搞错了吧 听见妹妹的声音 郭志幸福地笑了笑 走上来说道 妹妹 我刚看见他们发的中奖短信 就赶过来了 哥哥真的中奖了 我把钱送到家里去了 你待会儿 记得让妈妈把钱都存起来啊 听见哥哥的声音 妹妹很开心地道 哥哥 我想死你了 你上次说好 回来给我过生日的 我等了你好几天也没见到你 你快回来吧 我下了雪 就去捡瓶子 攒钱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你穿上肯定很好看 我迫不及待 想看着你穿新衣服呢 听到这儿 郭志瞬间泪崩 不过他 还是强忍住情绪 说道 妹妹 哥哥现在刚通过考核赛 罗门挺器重哥哥的 所以给哥哥安排了一个挺重要的职务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 不过你放心 等我忙完了这边的事 立即回去找你 你不是一直想去迪士尼勒园玩吗 我带你去迪士尼勒园 好啊好啊 妹妹顿时乐地笑了起来 我等着尼勒哥哥 对了 这次考试 我又考了一百分呢 老师说 这学期会为我申请奖学金呢 郭志擦拭了一把眼泪 笑着道 妹妹 咱不要奖学金了 把名额留给别的同学吧 现在咱们有钱了 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别亏待了自己 好好照顾爸爸妈妈 实在不行 可以请一个保姆 我以后就赚大钱了 别委屈了自己 郭志又和妹妹对话了片刻 等到师韵将钱送给妹妹 得到了妹妹的确认之后 郭志才总算狠心挂断了电话 之后 他气不成声地给我跪下了 张栓柱 求你再答应我最后一件事 我点头 说吧 明天带我妹妹去一趟迪士尼勒园 他想买什么 就给他买点什么 这是他从小的愿望 可惜我 嗯 你放心吧 我说到 会的 说起来 也是我对不住你 郭志情绪这才好了很多 让我把夏宇飞给救了下来 问吧 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吧 郭志道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为何要聚到这个地方 我问道 而且看起来都不是正常死亡 郭志叹口气道 我从这些人口中得知 他们都是 被一个叫蒋根的蒋家人给害死的 死后灵魂 就被蒋根给囚在了这个地方来 我还知道 每到月底 蒋根都会把这些亡灵带走 具体去了哪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一旦离开 就再也没回来过 我怀疑他们凶多吉少 至于我 原本被罗门中人给捉住 要被请起来的 但捉住我亡魂的人 恰好是我的老熟人 在我的再三哀求下 他才把我给放出了岛屿 出了岛屿之后的第一件事 我便想着找你报仇 可没能想到刚回到这里 便被蒋根给捉住了 是他将我囚在这个地方 我几乎无时不刻地想着逃走 但奈何 这栋办公大楼的静置太过强大 根本无法逃脱出去 我于是 就想引高人注意 叫我们放出去 白天 我们不敢出现骚扰人类 只有此时这段时间 能出来活动 恰好这两天 这栋大楼里有一个女人 整天加班到深夜 我们便派鬼轮流去骚扰女人 倒也是有缘 女人竟找到你来解决这件事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说每到月底 这些亡灵都会被蒋根带走 看来蒋家人 应该在暗地里 筹划什么事 哼 伤了这么多条人命 警方难道不会怀疑 郭志惨淡笑笑 实际上 被蒋根害死的 都是一些没户口的流浪汉 还有一些是没家人的特殊行业的人员 这些人死掉之后 非但不会引人注意 反倒是给政府 减轻了一大批负担 整顿了势容 这些人的性命 连猫狗都不如 谁会去管他们 是啊 在这个病态社会 这些弱者 往往都不被当作人 才不会有人去 关心他们 糟糕 郭志忽然紧张兮兮地道 蒋根在召唤我们 看来他又带来了一个亡魂 我们要去厕所了 你赶紧离开 千万记得带我妹妹去敌视 尼勒园丸 说着 郭志便带着众王魂匆匆忙忙地下楼去了 我立即在夏宇飞脸颊上轻轻拍了拍 将他唤醒 他醒来之后很虚弱 惊慌无助 我连忙抱住他 轻轻安慰他说 没事了 让他在这儿等我 我得去楼下看看情况 刚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夏宇飞很害怕 不敢一个人在楼顶待着 无奈我只好带夏宇飞下楼去了 并且再三警告夏宇飞 无论看见什么 千万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惊动到对方 为了不引起蒋登的怀疑 我并没有乘坐电梯 而是赤着脚 走得不踢 我一口气从十一楼下到了三楼 脸部红气不喘 看来 逆天斩龙手 的确强悍 倒是夏宇飞在下了三层之后 就累得气喘如牛了 无奈我只好抱着 夏宇飞走了下来 刚来到三楼 我便注意到 走廊地板上 被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带 流这么多血 估计那人活不成了 血液一直蔓延进了洗手间里面 我立即快走了两步 捏手捏脚进了洗手间 一个男人的胳膊齐根断掉 血流不止 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染红 触目惊心 此刻他颤抖的手臂掏出手机 试图打电话囚禁 不过 可能手臂上都是血的原因 触摸手机的时候 导致屏幕不灵敏 拨打不成功 当我看清男人面庞的时候 顿时便震了一下 这人我认识啊 之前我咬掉萝莉膝盖 被关在学校地下室 刚逃出地下室 就被他带了一帮打手给围住了 他就是蒋根 我刚想出去 准备从他口中 逼问出一些情况来 走廊的电梯忽然打开 一个冷冷的声音在走廊中响起 果然在这里 快去追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朝洗手间跑来 该死 我四处看了看 现在唯一能躲的地方 就是女侧了 我也顾不上太多 直接就躲进了女侧 我刚躲进去没多久 那帮人便循着血迹 找到了洗手间 有人怒吼一声 果然在这里 一群人当即便把蒋根给团团包围了 蒋根老弟 你们胆还真大呢 把亡魂藏在蒋家大本营 难道不怕被警方发现吗 一个冷冷的男生嘲讽地笑道 少废话 蒋根愤怒地道 蒋星 你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一直情同手足 甚至还是我将你引荐进蒋家 你真的忍心夺我性命 好哥哥 蒋星笑道 我当然不忍心夺你性命 我这么做 也只是听二当家吩咐做事而已 咱们各位其主 所以还希望你能理解 你就不怕大当家找你麻烦 蒋根道 大当家吗 蒋星冷冷地笑道 大当家最大的依仗 就是蒋钟了 不过现在蒋钟已经被张栓柱杀死 他最大的依仗死了 大当家也悲愤过度摊在了床上 只要二当家稍微十点手段 大当家随时可能隔屁 他现在自身难保 还会想着护着你 对了 二当家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从今天起 蒋家就是二当家的天下 你若肯乖乖将罗门鬼印交出 或许二当家会留你一条性命 否则 我也没法保你 放屁 蒋根怒骂一句 我就算死 也不会背叛大当家的 冥顽不灵 蒋星怒骂了一句 真以为你不配合 我们就找不到罗门鬼印 笑话 既然你自己找死 也就别怪兄弟 我心狠手辣了 之后 便是扑的一声响 以及血液蹦剑的声音 第144章 再动手 不用说 蒋星捅了蒋根内脏 一阵轻微动静过后 蒋星冷哼一声 真以为把罗门鬼印藏在身体里面 老子就找不到了 幼稚 众王魂听令 现在罗门鬼印在我手 以后我便是你们的主人 你们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否则我不介意 把你们给打个魂飞魄散 你们几个 赶紧把蒋根的尸体处理一下 咱们现在回去交差 几个人打扫起了凶杀现场 而我心中则翻江倒海 万万没想到 我害死蒋中这个小小的举动 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 无意之中 竟瓦解了蒋中父亲的势力 怪不得师父当初说 我杀死蒋中 非但不会引来蒋家的报复 反倒蒋家人会感谢我 现在我也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蒋中一死 蒋家内讧就开始了 蒋中父亲 连内讧都平定不了 反倒落得自身难保的地步 又哪会有闲心思管我呢 至于那个二当家 他能尚未 全凭我给他的机会 他自然要感谢我了 等蒋星处理完现场之后 我立即跑进南厕所 除了依旧残留有一股血腥味之后 现场一片干净整洁 完全看不出 这里刚发生了一场人命血案 我连忙把郭志叫了出来 郭志战战兢兢地告诉我 说那个罗门鬼印 是这处静置的核心物体 之前 蒋根将罗门鬼印藏在了肚子里 蒋星把蒋中的肚子给划开 长子留了一地 惨不忍睹 罗门鬼印 应该是罗门给蒋家的了 那这么说来 蒋家收集这么多亡魂 肯定是罗门指示 也就是说 蒋家很可能就是在配合 罗门做海底尘尸的邪术 月底 他们把亡魂带走 肯定和海底尘尸的邪术有关 想通了这点后 我当即便向郭志表示 我会想办法 把罗门鬼印给夺回来 不过可能要到月底 才会行动 让他在这里注意蒋家人的一举一动 若是发现任何反常 立即报告给我 众亡魂一听说 我可以把他们救出去 个个激动不已 连忙给我下跪感谢 接下来 我还要跟踪蒋星 所以没时间在这逗留 直接就离开了 蒋星等人上了一辆商务车 快速离开 我四处看了看 也没找到出租车 一时间心急如焚 只好用跑的去追商务车 不过 即便我身体素质 经过 逆天斩龙手的历练 强悍到常人无法比拟的地步 却依旧不是轿车的对手 最后还是跟丢了 我有些失望 只好决定慢慢地四处找找看 张栓柱 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忽然从一处阴暗角落传来 我立即望去 发现一道黑影正蹲在角落里 戏谑眼神地看着我 是张泰山 没想到这么快 竟又遇见了张泰山 这家伙 竟然还在这里 待着没离开 我正正地看着他 怎么还没离开 原本我想离开的 张泰山笑笑地从口袋中掏出两支烟 递给我一根 别人滴烟不接 是很不礼貌的 所以我还是接下了 却并未点燃 只是在手指间捏着 只是我注意到 这小地方 还真是藏文卧虎呢 有不少大人物潜伏着 好像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 所以我留下来 想看看那些大人物 究竟想搞什么 大人物 谁 我好奇地问道 很多 张泰山道 你的师父师娘 就是两个大人物 至于其他的 你最好别知道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说着 张泰山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张纸条给了我 在调查蒋家的秘密 去这里吧 我看了一眼纸条 上面写了一个地址 这是哪儿 你跟踪的那人的地址 张泰山说了一句 便转身想离开 你 你知道蒋家和罗门的秘密 我有点诧异地问了一句 当然 张泰山笑道 在你看来是秘密 在我看来 罗门和蒋家 在我面前 近乎是半透明的 呵呵 送你一句忠告 罗门和蒋家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最迟两个月 若你再不去救张盈盈和曹李 两人都会死 不多说了 我还有事要去做 再见咯 为什么你不救张盈盈 我问道 那是你姐姐啊 为什么我要救 张泰山乐呵呵地看着我 没有她 我会少很多竞争啊 别跟我说什么血缘关系 在我们这种大户人家里 根本没血缘关系 这一说法 可是 我还没说完 张泰山已经走掉了 我再怎么喊 也喊不应 实在是没办法 我只好不去管她 顺着张泰山 给我的地址寻了去 张泰山说 最迟两个月 罗门和蒋家就要动手 到时候 盈盈和曹李 都会有危险 我心急如焚 恨不能立即杀到罗门 威胁罗门门主 交出两人 可恨的是 我这实力 和罗门门主 肯定有天壤之别吧 我顺着纸条 果真找到了蒋星的家 蒋星住在郊区一栋别墅里 别墅里拴着几条藏鸥 停着两辆豪车 那辆别克商务 在院子外面随意停放着 真没想到 蒋星这个给人当狗腿子的 也这么有钱 看来蒋星是睡着了 家里的灯都灭了 没半点动静 她家对面有一家小旅馆 我只好去小旅馆开了一间房 窗户正对着蒋星的别墅 这样 只要蒋星一有风吹草动 我就能注意到 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 我和夏宇飞只开了一间房 夏宇飞可能太疲惫太虚弱 并没有纠缠我 躺下之后 很快便睡着了 我则坐在窗口盯着蒋星的别墅 注意着蒋星的一举一动 世音跟我说 反正她不用睡觉 可以帮我盯着 让我赶紧去休息吧 我点了点头 我也着实是疲惫了 所以准备去床上休息 明期世音 却忽然又小声问我 要不要她伺候我洗澡 洗个澡睡得更舒服 我哑然 心到这丫头 是洗澡洗上瘾了 反正别管怎样 有世音在场 我是再也不敢洗澡了 被人盯着洗澡 我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拒绝了 世音一脸的失望 第二天 我是睡到自然醒的 一看手机 都已经九点半了 我连忙爬起来 问世音蒋星家有没有动静 世音告诉我说 她家一晚上都风平浪静没动静 我松了口气 夏宇飞也睁开了眼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她的神色恢复正常 只是嚷嚷着肚子 呃 让我陪她去吃早点 我不敢出去 担心被蒋星碰见 于是就让夏宇飞点了外卖 吃过早餐之后 我想起郭志昨晚上托付给我的事 想让我带她妹妹去迪士尼勒园玩 我断然是没时间的 没办法 我只好将事情经过 跟夏宇飞说了一遍 想让夏宇飞带郭志的妹妹 去迪士尼勒园 夏宇飞犹豫了片刻 最后可能是看郭志妹妹可怜 就答应了 送走了夏宇飞之后 我继续在旅馆里盯着 蒋星可能只在夜间工作 所以我等了一上午 也没见蒋星出来过 应该再睡觉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等到了勾楼老头的电话 在电话里 勾楼老头告诉我说 黎叔贤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让他问我 有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然后还特别备注 让我别想着配办公室的钥匙 如果办公室里发生盗窃现象 他会报警抓我 妈的 碰到这种事例眼雇主 除了打掉牙往肚子里吞我 还能说啥 只好告诉勾楼老头说 事情已经处理好 要是我今天晚上就会给他送过去 勾楼老头笑着问我 还要不要买秘籍 青仓大甩卖 一千块钱两本 走过路过 千万别错过 错过这一次 后悔一辈子 我知道老东西又想刻口我奖金 就告诉他说 除非是 逆天斩龙手 同等级的秘籍 否则别想拿黄间秘籍糊弄我 勾楼老头 有点失望地叹了口气 便挂断了电话 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 我才透过蒋星别墅的窗户 瞧见蒋星起床 洗脸刷牙 打电话叫了一份外卖 之后便一直都待在房间里玩电脑打电话 并没有去公司 看来这家伙 也是一点型的宅男啊 我又耐心地 等了一整个下午 蒋星依旧没任何行动 等到了傍晚的时候 杜晓月忽然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她父亲想见见我 请我吃顿饭 杜晓月的父亲 请我吃饭干嘛 我感觉很奇怪 就问杜晓月怎么了 杜晓月说 她父亲 只是想感谢我帮她家 渡过这次难关 想当面答谢我 经过杜晓月的一番解释 我才知道 我是如何无意识地 帮杜家解除了危机 蒋中因杜晓月残废 蒋中父亲 也就是蒋家大当家 自然针对杜家 不过我这次解决掉了蒋中 蒋中父亲的地位 被二当家 也就是他的弟弟取而代之 说起来 二当家能做到家主之位 也有杜家一份功劳 他认为是杜家人 暗中求我刺杀蒋中 所以 二当家成了家主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杜家平反 现在杜家非但渡过了难关 而且前途一片明亮 我心情有些复杂 我的所作所为 无意中竟搅动的 本是两个大家族权势的动荡不安 真不知道 我做的到底是对是错 我有点失落地 告诉杜晓月 我现在在执行任务 怕是没法敷衍了 杜晓月有点失望 说下次吧 还问我要账号 他父亲说 要给我两百万答谢我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傍晚我点了一份外卖 继续盯着蒋星 大概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的时候 便开始有人捏手捏脚的来到了蒋星家中集合 看来他们准备出动了 我立即打起十二分精神 死死盯着蒋星家 等人都到齐了之后 蒋星便带着自己的小弟上了车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担心昨天晚上追踪失败的是重年 便早早地租赁了一辆摩托 等他们开车离开后 我也骑着摩托追了上去 蒋星的车最后停在了一个破桥洞下面 桥洞地下则坐握着很多乞丐 我知道蒋星又开始对乞丐下手了 第145章 杜小月不见了 蒋星车上走下来了两个小弟 对正睡觉的重乞丐群喊了一声 有没有想做工的 挖沙土 一晚上五百块 有的话来报名啊 只限三个人 五百块对乞丐来说 着实不是小数目 他们都是真正的乞丐 和新闻上说的 月入过万的乞丐不一样 没技术没后台 每天只能讨一点可怜的饭钱 连住处都没有 五百块对他们诱惑太大 所以两人一喊 不少乞丐都匆忙涌了上来 两个小弟在乞丐群中 挑选了三个相对比较年轻强壮的 让他们上了车 并且告诉剩下的乞丐说 明天晚上还会再来 之后便匆忙开车离去 我骑着摩托 紧随骑后 蒋星的车 最后停在了偏远郊区的 一座废弃工厂门口 一群人下了车 也包括三个乞丐 只不过那三个乞丐都已经死了 是被抹了脖子 血都流干净了 脸色白得像纸 几个人抬着尸体 匆匆忙忙进了废弃工厂里面 工厂里的仓库里面 透出微弱亮光 他们直将尸体送进了仓库里面 蒋星和另外一个人 一直都在门口抽烟 所以我没敢跟上去查看 几个送尸体的小弟 很快便出来了 其中一个小弟手中牵着三根红绳 红绳另一端赫然拴着三个乞丐的亡魂 三个乞丐 犹如行尸走肉般 面无表情 无意识地跟在几个小弟身后 蒋星发动车子 等几人上了车之后 便快速开车离去 应该是 要将乞丐亡魂送到蒋氏房地产了 三条活生生的性命 就这般被三个乞丐给害了 简直是惨无人道 诗运 我说道 去那个仓库附近 看看有没有人蹲守 顺便找一条路带我进去 我说道 诗运立即答应一句 化为一阵风 吹向仓库 我脱掉鞋子 从角落里 慢慢绕向仓库 明期很快便折返了回来 告诉我说 仓库门口有三个人看守 正门是没法进的 不过他刚才注意到 仓库东南角 有一个挺大的排气风扇 风扇并未运转 我可以从那里偷偷绕进去 仓库里面并没人 好 我答应了一句 让诗运带路 来到了仓库东南角 风扇夜轮之间的缝隙 足够我钻进去 我用一个木棍探了一下 确认风扇无机关之后 这才是钻进去 刚钻进去 便感觉到 一股冰冷的感觉袭来 动得我有些瑟瑟发抖 危机感浮上心头 我强忍着恐惧 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仓库里面空荡荡的 并无货物和尸体 我立即在四处寻找起来 清楚这里肯定有墙壁暗格或地下室 找了没多久 我便在西南角 找到了一个挺大的下水道 被一个钢筋网给盖住 钢筋网松动了 他们肯定是把尸体丢进下水道里面了 我小心翼翼将钢筋网挪开 顺着洞口钻进去 冰冷 腐臭 这感觉令人窒息 难受 我尽量减少呼吸 一直强撑着 到了井口下面 井下边亮着灯 而当我看见井底下情景的时候 顿时浑身震了一下 差点没吐了 废弃的下水道 空间挺宽敞 得有两米左右的高度和宽度 而在这里面 竟堆积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和冰块 粗略估算一下 至少得有四五十具 从穿着上看 尸体大部分都是乞丐的 还有一部分 是穿着暴露的战监女 大部分 都是被抹了脖子给杀害的 还有一部分 是烧死或淹死的 因为他们和冰块堆在一起 所以尸体腐烂的还不算严重 不过却依旧散发出一股子腥臭味 在这近乎密封的地下室里蔓延 窒息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了 看着这场面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遭受着惨重的折磨 我再也扛不住了 匆匆忙忙地就钻了出来 我大口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缓缓平复了一下思绪 我基本上能懂明白 蒋家收集魂魄的目的了 他们肯定是要等到月底的时候 利用写法将魂魄重新封入肉体之中 做成活死人 然后委托杜家 将尸体统统赶到孤岛上 做海底沉尸 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竟残害这么多无辜百姓 罗门真是够狠心的 不过这却是一条重要线索 我可以跟着杜家赶尸人 找到孤岛的位置 可是他们要到月底才会赶尸 这期间 肯定会残害更多的生命 我要眼睁睁看着更多的人死于无辜吗 我觉得我的良心 受不了这份谴责 一边是盈盈和曹黎 一边是无辜性命 我拿不定主意 便给师父打了一通电话 征询师父的意见 师父听我耐心说完之后 也是沉默了好长时间 最后只是问我怎么想的 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 告诉了师父 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 师父说道 人不狠 站不稳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必须要狠一些 那些乞丐和战监女都该死 正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明明有手有脚 却选择好吃懒做 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 对社会做不出任何贡献 也只有他们的死亡 能带来一点价值 可是 我还是不忍心 没什么不忍心的 师父说道 难道你觉得你 可以救他们性命 你若打草惊蛇 非但没法护住他们 反倒可能把自己给搭进去 到时候 连草莉和盈盈都要跟着陪葬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也完全能理解师父说的大道理 可心中那份愧疚 却是无论如何去不掉的 最后 师韵也劝我 别想太多 先回罗门下堂吧 这些人一辈子好吃懒做 时间越久 就越损应得 倒不如早死早超生 算了 我也干脆不去多想 回到了罗门下堂 下一步 就要好好积累积分 参加月底的经营审核大赛了 接下来几天 我一直都在拼命接任务 攒积分 不过这几天接的都是简单任务 积分很少 干了 大概得有十天左右 才刚累计了不到一百分 这让我有些郁闷 心到照这速度 到月底 肯定累计不到五百分啊 我于是催勾楼老头 接几单大生意 到时候 我会把奖金和他分成 勾楼老头愉快地答应了 说这几天 正在谈一个保底八十积分的大买卖 如果能谈成就 让我去做 八十积分的任务 难度自然很大 于是我又闭关修炼了几天 练习画符 和逆天斩龙手 大概是天道酬情 我现在 可以熟练度的话 寻接终极符了 身体素质 也有了一大截的提高 这时 西洋鬼告诉我 让我抓住椅子腿 看看能否将椅子腿 给生生抓碎 我有点哭笑不得 那椅子腿 有诱饵手臂粗细 我的力气虽然大 应该只能勉强砍断吧 用手指的力量 把桌子腿生生抓碎 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机械手臂能做到 西洋鬼却坚持让我试试 没办法 我只好试了试 椅子腿却根本没半点反应 想抓碎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我有点懊恼的道你 故意让我出丑的吧 西洋鬼笑笑的道 现在运转原力 在体内运转两周天 然后快速将原力 集中在手指上 在那瞬间 再用力紧握手掌 我不耐烦地照做 将原力在体内运转两周天 然后迅速集中到手指 在那一瞬间 我竟感觉手指火辣辣的疼 感觉像是被蜡烛炙口 同时一股生猛的力道在手指上生成 感觉手指坚硬如钢筋铁棍 我用力一捏 只听咔嚓一声 桌子腿竟生生被我的手指给捏碎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桌子腿 简直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一切 西洋鬼却笑笑地告诉我 逆天斩龙手 真正锻炼的 其实就是手指 身体素质的提高 只是次要作用 我对此惊叹不已 感觉我这一爪子下去 都能把人的脑袋给捏爆 对此我兴奋不已 恨不能多捏爆两个椅子腿 事事找力 我听到宿舍走廊里有点喧嚣 就出去看了看 原来是夏宇飞的钥匙锁在门里面了 钟浩天和郑天梁 正准备给夏宇飞撬锁 真是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啊 我也想在几人面前装逼一把 于是自告奋勇地走上去 说我来吧 钟浩天和郑天梁 纷纷递给我铁棍和钳子 这锁估计是用生铁打成的 推应了 我并未接两人递来的工具 而是直接伸手上去 用力一拽 只听咔嚓一声响 坚硬的老式铁锁 生生被我给拽成了两截 三个人顿时傻眼 传说中的九鹰白鼓爪 好半天之后 钟浩天才惊叹了一句 小意思啊 我一脸傲娇的道 下次请叫我开锁王 说着 我便准备回去继续历练 不过 这时夏雨菲却忽然喊了我一声 开锁王 别走 有件事 我回头看着夏雨菲 什么事 这几天联系过杜小月吗 夏雨菲问道 我摇摇头 没有啊 怎么了 夏雨菲说道 奇怪 杜小月那丫头 好久没来罗门下堂了 而且 我给她打电话 也没人接听 我一直以为你 和她联系着呢 也就没当回事 嗯 我皱皱眉头 好久没来罗门 下堂了吗 钟浩天和郑天梁 也都纷纷点头 是啊 好几天没见了 我皱皱眉头 想起上次杜小月给我打电话 说她父亲 想请我吃顿饭 上次听杜小月的情绪 就有些不对劲 心里像装着什么事 我几乎认定杜小月出事了 于是连忙掏出手机 给杜小月打了一通电话 不过却提示 手机已关机 我想都没想 就准备去学校找杜小月 夏雨菲也紧跟上来 说要跟我一起 去学校 PS 做个调查 亲们 希望是 每张内容少点 多更几张 每张梦想必少点 还是章节内容多点 少更几张 每张梦想必多点 实际上字数都一样 只不过后者的零散部分 不会寄入收费 会比前者省一些梦想必 大家可以把想法给我留言 谢谢 第146章 打赌和笑话搭讪 不过在下楼梯的时候 却撞见了勾楼老头 幸亏我及时止住脚步 否则肯定把老头给撞飞 他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 问我急着去吃屎啊 跑这么快 我连忙问勾楼老头 老前辈 这段日子 您见过杜小月吗 勾楼老头说道 你说杜家那丫头啊 知道 人家已经被罗亮 调到罗门中堂去了 前途一片光明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我有点恼怒的道 凭啥跟你说啊 那丫头怀你的准了 而且 这是人力资源部的事 我没义务告诉你啊 妈的 罗亮把杜小月调到罗门中堂 会不会再有意针对杜小月 我有些着急 心到必须得跟罗亮通通电话 问问他到底想搞什么 如果杜小月是正常的人事调动 他肯定会告诉我一声的 他现在不辞而别 我怀疑罗亮肯定暗中动了手脚 我没罗亮手机号 只好让勾楼老头 用办公室做机给罗亮打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那边传来罗亮的声音 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道 是我 张栓柱 找我为了杜小月 罗亮问道 嗯 我点头 有什么冲老子来 但若你敢 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我不介意和你来得同归于尽 别小瞧一个亡命之徒的杀伤力 我还等着在金赛上光明正大地打死你呢 怎么舍得现在让你死 罗亮压低声音 怒冷哼一声 杜小月有危险 我把他调到中堂 只是受杜小月父亲的委托 来保护他而已 嗯 我眉头紧皱 觉得罗亮完全没必要在这点上骗我 谁威胁到了他 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你 罗亮说道 是夏宇飞父亲 夏金雷想暗中黑掉杜小月 为什么 我惊呼道 夏宇飞父亲夏金雷这条命是我给的 现在他 怎么会冲我身边的人动手 而且罗亮说 夏金雷杀杜小月 还因为我 一时间 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罗亮说道 那老小子 没少撮合你和夏宇飞吧 实际上 夏金雷想让你取了夏宇飞 借你来亲近罗门门主 不过 有杜小月在中间挡着 夏金雷担心杜小月会抢走你 所以暗中 对杜小月下了几次狠手 若不是我的话 杜小月早就没命了 我满脸不可思议 只是担心 我会喜欢上杜小月 而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夏金雷 简直比罗亮还恐怖 不过我就搞不明白了 为什么夏金雷觉得 能通过我拉近和罗门门主的关系 我和罗门门主 好像素不相识 而且 罗门门主既然把曹丽和盈盈求了起来 应该也是想凑齐四大家族血脉吧 我身为司马家族血脉传承人 罗门门主也应该对我有敌意 想把我抓起来才对 为什么迟迟对我没行动 我把自己的这个疑惑闻了出来 罗亮冷冷笑了笑 罗门门主之所以没对你下手 是因为还不到时候 现在 你根本就是他手掌心中的蚂蚁 他随时都可以轻松捏死你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和被囚的草里 以及张盈盈有何区别 不过不管怎么说 你对罗门门主都很重要 如果夏金雷能让你做他女婿 到时候把你上缴给门主 门主自然会打赏他一波 他夏金雷 不过把你当成换门主打赏的筹码而已 我听了 心中百般不是滋味 别看我表面上是自由之身 实际上 却是罗门门主的阶下囚 我所做的一切 在他看来 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不屑 所以才放任我 那罗门门主 究竟有多强大 才会有这份自信啊 还有夏金雷 我草你马勒戈壁 我救了你 你还想把我给抓起来 当初真该弄死他 罗门门主 究竟要拿我做什么 我问道 不清楚 没人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罗亮说道 你牵扯到司马家族 罗门门主即便想杀你 也会顾虑重重 其中因素很多 我也跟你说不明白 所以 你现在还是专心准备精英大赛 祈求自己能活命吧 你不敢暗中杀我 而是让我光明正大死在赛场上 也是担心罗门门主找你麻烦 有这方面的原因 罗亮说道 对了 听说你积攒积分的速度很慢 有个高积分的任务 要不要接 接了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 嗯 罗亮说道 我安排杜小月在事宜中上学 杜小月的父亲给杜小月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罗门中堂的人 是这次精英赛最有希望的选手之一 他一直在杜小月身边保护他 据可靠消息 夏金雷在事宜中安置了鬼奴 随时可能取杜小月的性命 不过保护杜小月的人 法术虽高强 头脑却简单 这么久都没能找到夏金雷的鬼奴下落 我命你去学校保护杜小月 寻找鬼奴 一旦你捉到鬼奴 我就能拿鬼奴要挟夏金雷 让他放弃伤害杜小月 而你也能赚取积分 这次任务定为一百积分 有没有意见 好 把地址给我 嗯 切记行动秘密进行 罗亮交代道 夏宇飞对此毫不知情 也别让他知道了 若下金雷知晓情况的话 怕是会变本加厉 对杜小月下死手 嗯 我明白 我把电话 给了勾楼老头 让勾楼老头 把这次任务登记再测 之后便匆忙行动 去杜小月现在所在的学校 我收拾东西 准备去保护杜小月的时候 夏宇飞进来了 很开心地问我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难得今天大家都没任务 我冲夏宇飞苦涩笑笑 宇飞 实在抱歉 我又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我向你保证 等我下次回来 一定请你们大吃一顿 夏宇飞有点失望 不过却表示 要跟我一起 去执行任务 我当然不能带她一块去 最后磨破了嘴皮子 总算说服了夏宇飞 我坐上前往市中心的车 心中忍不住浮想连篇 现在杜小月都有未婚夫了 我现在去横插一杠子 她未婚夫肯定会不乐意吧 唉 不知为什么 在得知杜小月有未婚夫之后 我这心里就一直酸溜溜的 虽然我一直告诫自己 说我有了盈盈 只能把杜小月当妹妹 可她这么快就有对象 我心里还是不舒服 那种滋味用言语很难形容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对她有感觉了 还有杜小月不辞而别 打电话也不接 是不是真的把我当过客了 或许她应该很憎恶我吧 毕竟我长得不帅 又没钱没事 随时可能掉脑袋 却还对她那样冷淡 是个人应该都受不了 一路上我都忐忑不安 不知再见到杜小月的时候 她会不会一脸嫌弃 会不会假装不认识我 担心我这个土包子给我丢人 虽然我极力劝服自己 暗示自己说 不可能的 杜小月为了我会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黄街道士审核大赛 会在众同学面前抱着我的胳膊 而洋洋得意 会为了得知我的下落 而拼命围着操场跑十几圈 她肯定不会不理我 可心中还是忐忑 总算来到了试义中 站在这偌大的建筑前 我深深感到了自卑 试义中比线二中要豪华气派得多 里面学生的穿着 也都洋气豪华 我穿着这身衣装 虽然干净整洁 不过难免有些土鳖 这都还没进校门 就吸引了不少过路同学的注意了 罗亮告诉我说 他已经给我安排好了 我现在是试义中的一名插班生 我只管找门卫 让门卫带我去三年五班去报到就行 我便去找门卫 门卫看见我这身装扮 也满脸的不屑 给三年五班的班主任 打了一通电话 让他来接我 班主任是一名大学刚毕业的女学生 长得很淑女 戴着一副眼睛 对我态度挺好的 在带我去教室的时候 很关心的嘘寒问暖 挺亲切的 我挺喜欢他 他让我管他叫李老师就成 到了班级之后 同学们正在上自习 我一进教室 几十双眼睛 齐刷刷落在我身上 我能感觉到 他们眼神中的不屑和嘲讽 当李老师介绍说 我是插班生的时候 同学们眼神中的鄙视 就更明显了 不过毕竟有老师在 所以都不敢有过分的举动 李老师给我安排了座位之后 就匆忙离开了 不过让我失望的是 我并没有被安排在杜小月身边 实际上直到这会儿 我都还没找到杜小月的踪影呢 我在教室里四处乱描 最后总算在最前排最中间的座位上 找到了杜小月的踪影 此刻他正扭头看我 他的眼神之中满是炽热和激动 还好 看来我在这丫头心中的分量并未减弱 我被安排到了最后一排 我同桌是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同学 他看了我一眼 一脸嫌弃的道 你是从农村来的吧 我看都不看他一眼 冷冷的道 农村来的 请多关照 老公 我不想跟他做同桌啊 他有意羞辱我 便对临座男生说道 你花三千块刚给我买的新衣服啊 被沾脏了怎么办 那男生笑了笑 便和女同学换了下座位 之后嘲讽的眼神看着我 兄弟 刚才我发现你 一直盯着那个女同学看啊 要不咱们打个赌 你下了课去找他搭讪 如果他跟你说一句话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旁边几个学生 也都立即扭过头来 怂恿我跟那男生打赌 我于是故意装傻 都是同学 说句话怎么了 就是啊 那男生迟迟笑了起来 他肯定会理你的呀 我这么做 只是想让你增进一下同学之间的友谊 顺便想请新同学吃顿饭 对对对 我们几个也一块去 给你接风洗尘 以后咱们就都是朋友了 好吧 我假装无奈的到 等下课吧 几个人都欣喜的点了点头 我知道 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呢 我心里也挺纳闷的 这杜小月难道都不跟同学讲话的吗 他们竟然拿这个跟杜小月打赌 很快 下课铃声便响起了 之前那男生立即推了一下我的胳膊 兄弟 快过去 我还急着请你吃饭呢 我却并未动 只是笑笑地看着 正朝我走来的杜小月 第147章 这是串通好的 几个人看杜小月朝这边走来 也都冷了一下 有点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小声呢喃 女神来后排做什么 话音刚落 杜小月便站我面前 冲我泪流满面 木头 你总算来找我了 你知道我等你等得多心痛吗 扑通 同桌一屁股蹲在地上 其余人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几个同学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使劲揉了揉 他们心中那高冷孤傲 甚至连李都懒得李 他们的女神 竟跟我说如此暧昧的话语 他们自然不敢相信 我笑着伸手 擦掉杜小月眼角的泪粉 傻瓜 我这不是来了吗 快别哭了 哭花了 脸不好看啊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杜小月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哇的一声 就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木头 你这个木头 怎么到现在才来找我 我轻轻拍着杜小月后背 我这不是找来了吗 你饿坏了吧 走 有人请咱们吃饭呢 说着 我看了一眼那男生 哥们儿 你叫什么名字 唐大海 我问他的时候 他才总算反应过来 使劲咽了一口 吐沫说道 我请你们吃大餐 走吧 我说道 唐大海立即点点头 兴奋地站起来 要跟我离去 草 草草草草 我听到不少学生 惊讶地连骂草 不过唐大海刚站起来 却又忽然僵在了原地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怎么了 唐大海惊恐地指了指门口 杜小姐的未婚夫 来了 未婚夫吗 我笑着望向门口 一个穿西装的高个男人 正一脸冷笑地站在门口 他身后跟着七八个虎视眈眈的小弟 手中拿着凳子腿 棒球棍等武器 随时可能冲上来 杜小月看了一眼高个男人 轻声道 张栓柱 有人欺负你的女人 你管不管 管 我笑着说道 揍他 杜小月和那男人 似乎有着深仇大恨 咬着牙说道 好 我点了点头 静止赢了上去 班级里的人都意识到 这里即将爆发一场大战 纷纷都避让到角落 满脸兴奋和期待 郑红尘好帅啊 不愧是咱们校草呢 又能见郑红尘出手了 太棒了 上次他可是一打十呢 这小子真倒霉 连郑红尘的女人也敢抢 等等 不对啊 刚才好像是杜小月先报那小子的 娘的 这到底咋回事 我在郑红尘旁边两米左右的地方站住了 掏出一包六块五的红将军 扔给郑红尘一根 自己也抽了一根 明期师韵告诉我 说男人不抽烟没味道 所以坚持让我打架之前抽烟 非但能震慑敌手 也能让小女生着迷前者 我不知真假 但后者 从那些女学生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了 虽然只是六块五的廉价烟 郑红尘挺有教养 结果烟点了 原本想废掉你两条腿 不过看在这根烟的份上 就废一条吧 有教养 和我这你腿子果然不一样 连废人腿的话 都说得那么有涵养 自带气场 来吧 我笑笑 说实话 我这两条腿 早就想找人废掉了 只是一直找不到对手 真窍 郑红尘手下一东北小弟骂了一句 给我往死里打 说着 人群便朝我冲了上来 转瞬间将我团团包围住 抡起武器 就朝我脑袋上砸来 对付这群普通人 简直一如反掌 我立即运转原力 将原力全都集中在手指上 施展出 逆天斩龙手 直接抓住了其中一根木棍 用力一拽 将那东北小弟给拽过来 抓住他双腿 直接将他荡成武器 凶猛地甩了一圈 这一圈下来 所有围攻上来的人 都被东北小弟给撞得倒在地上 即便我把那东北小弟扔到地上 那家伙依旧在哇哇大叫着喊救命 三秒钟 从他们攻击到 被我解决 只用了三秒钟 这一幕 把所有人都看傻了 连几个原本试图 从窗户上逃出去的学生 也都将在了窗户上 一动不动 看得入神 我将抽了一半的烟塞 进那东北小弟嘴里 笑着道 多谢兄弟帮忙了 那家伙估计吓傻了 竟呆呆愣愣地回了一句 不 不客气 有意思 有意思 郑红尘笑着拍了拍手 张栓注视吧 好 就让我会议会你吧 说着 郑红尘静止走到我身边来 邓维言倒在地上的几个小弟 都去医务室处理一下伤口 报我的名字 那几个小弟 即便再怎么忠心 在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也是断然不敢有半点反抗之心的 连忙逃也似的跑开了 凤陪到底 我笑着道 这么大的动静 吸引了无数隔壁班级的学生 教室门口 已经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人群都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 期待着这一场大战的爆发 住手 杜小月忽然喊了一声 连忙跑了上来 这里是学校 你们怎么能在学校打架 要打架 约个时间地点 来个不死不休咋样 杜小月啥情况 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咋的 还不死不休 好主意 郑红尘哈哈笑了一声 就听小月的 今天晚上 我会通知你的 咱们不死不休 说着 郑红尘竟扭头离开了 我顿感诧异 这郑红尘似乎有点 不按套路出牌啊 她的处理方式 让我有些意外 两人都有点怪怪的 杜小月连忙抱住我的胳膊 压低声音说道 走吧 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再说 我被杜小月给拽了出去 唐大海连忙跑上来说 要请我吃饭 杜小月回头白了一眼唐大海 唐大海立即止住脚步 不敢再提吃饭的事了 有事瞒着我 肯定有事瞒着我 杜小月一直把我拽到她的车上 关上车门之后 我立即迫不及待地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感觉 你好像和郑红尘策划好的一样 杜小月只是回了一句出去说 便一路风驰电撤 出了学校门口 我回头去看 发现一大群学生 依旧聚集在学校门口 目送我们离去 在经过保安室 杜小月把车窗放下来 给对方检查通行证的时候 之前蔑视我的保安顿时傻眼了 不过她反应算快 连忙给我递了一根烟 没想到杜小月一路带我来到了 学校后面的一个小树林里 我更莫名其妙了 小月 你 你想干嘛 孤男寡女的 来小树林 还能干吗 杜小月暧昧眼神地看着我 娇媚漂亮的脸庞 一点点地凑上来 咯噔 我的心狂跳了一下 意识到杜小月的意思了 小月 你别这样 有人 有鬼在的 破 杜小月顿时就乐出声来了 你想得美 我就是 带你来见个人的 太丢人了 搞得 好像我很龌龊一样 很快 一辆保时捷跑车 停在了杜小月的车后面 之后车门打开 一个熟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赫然是郑红尘 我惊讶万分 更确定之前那件事 的确是两人早就安排好的 这两人到底在偷偷摸摸地搞什么 他下了车 直接递给我一根软中滑 一脸哭笑不得表情地看着我 哥们儿 下次出门能不能带点好烟啊 见过装逼的 没见过你这么装逼的呀 抽六块五的烟 泡身家过亿的千斤大小剑 你不怕糟天浅啊 我满脑子糊涂 结果烟点了抽了一口 小月 你和郑红尘到底咋回事 郑红尘连忙摆摆手 别误会 兄弟你 千万别误会 说实话 杜小月不是我的菜 我喜欢女汉子那类型 她要真嫁给我 我下半辈子的幸福 就彻底断送在她手里了 她不是喜欢你吗 你赶紧取走 赶紧取走 我这段时间快 被人给烦死了 杜小月很恨白了一眼 郑红尘 滚 再胡说八道 把你嘴撕烂 郑红尘尴尬地看着我 兄弟 我来这儿保护杜小月 完全是为了敷衍 咱们的罗长老 我要是不从 他不让我参加精英赛啊 我知道校园里前藏的鬼奴 随时对杜小月下死手 不过兄弟我脑子不咋好使 这么长时间 也没找到那鬼奴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把鬼奴引出来 说吧 我说到 心里有点乱糟糟的 感情这郑红尘 并没真想取杜小月啊 杜小月失而复得 我有点欣喜 但一下子还真没法适应 这事儿 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现在全校都知道 咱俩结下了梁子 而且我还说了 今晚咱俩决斗 不死不休的话 那鬼奴今晚 肯定会现身杀掉我 这样外界 肯定认为 是你杀掉了我 然后罪魁祸首 会给警方施加压力 把你抓起来 到时候 杜小月身边就没护花使者了 鬼奴肯定会对杜小月下手 郑红尘对我说道 只要鬼奴敢现身 你我联手 肯定能把鬼奴给干掉 这样杜小月没了危险 我自然就不用 继续保护杜小月 你也可以带杜小月回去了 说实话 这段时间 我天天护着杜小月 都有点心里憔悴了 第148章 决斗 不过我仔细想了想 觉得有些细节方面 郑红尘和杜小月忽略掉了 这段时间 下惊雷的鬼奴 并未伤杜小月 肯定是因为鬼奴 忌惮郑红尘的实力 而不敢动手 即便今晚对鬼奴来说 是动手杀掉 郑红尘的良好奇迹 鬼奴也不一定动手 因为他的实力 在郑红尘之下 而郑红尘却告诉我 说今晚 我俩将计就计 约好的大战 今晚会如期举行 到时候 郑红尘会假装被我打伤 至少让鬼奴认为 郑红尘没多强的战斗力了 这样 鬼奴就会放心大胆地 对郑红尘下死手了 我略加思索 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就点头答应了 之后 郑红尘跟我详细说了一下他的计划 郑红尘待会儿回校园之后 就会到处宣扬说 今晚我们两个会决一死战 他怀疑 鬼奴藏身在某一个学生体内 鬼奴也肯定会打听到 到了晚上会去观战 晚上我在操场 把郑红尘给伤了之后 鬼奴肯定会伺计 跟郑红尘回住处 杀掉郑红尘 为了方便保护杜小月 两人现在同住在学校外面的别墅中 杜小月的房间布置有强大禁止 晚上鬼奴是没法闯进 杜小月房间的 所以 鬼奴会先对付郑红尘 到时候 我就躲在一个隐蔽角落 一旦鬼奴现身 我会和郑红尘 联手将鬼奴给斩杀 我点了点头 计划听起来很缜密 我也就答应了 之后 我和杜小月回到了学校 没多久 郑红尘也来到学校 让自己小弟到处散播 我和郑红尘 今晚决一死战的事 几乎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 我们教室的学生 便都听说了这个消息 唐大海专门跑到楼下小麦布 给我买了一包软男精 恭敬地递给我 又给我点上 问道 大哥 你真要跟郑红尘决一死战 我点了点头 当然 是关老子的女人 当然要战 冲冠一怒为红颜 大哥是条汉子 我佩服 唐大海和旁边的学生 连声恭维我道 不过 那郑红尘也不是好惹的主 唐大海说道 刚开学的时候 郑红尘就吸引了不少女人的目光 甚至连学校一霸的女人都对郑红尘轻慕不已 跟你现在的情况差不多 结果那个霸王带了十几个小弟去教训郑红尘 结果被郑红尘一个人摆平 甚至还把那老大给打骨折了 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是吗 我笑了笑 那郑红尘给被打断腿的家伙赔了多少钱 也就是象征性地掏了两千 唐大海说道 嗯 好 我笑道 你帮我凑两千块 今晚得赔给郑红尘 他的腿 我要定了 众人皆是大惊 唐大海犹豫了好长时间 这才是一咬牙道 好 我给你凑两千 不过以后我能不能跟着您混 尊称你医生大哥 旁边几个学生也都纷纷表示想跟我混 我笑笑 答应了下来 上课铃声很快响起 我立即端坐 上课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我从小数学不好 听的是天花乱坠 昏昏欲睡 这时我忽然感觉到 一只脚不停地 在我腿上蹭来蹭去 我于是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竟是唐大海的女朋友 不知何时脱掉了鞋 赤着脚轻轻地蹭我 她年纪上小 脚还是挺完美的 我扭头看了她一眼 她正一脸妩媚诱惑眼神地看着我 还不断地舔舌头 她伸出手 抓住我的手 就放在她大腿跟上 往短裙里面塞 妈的 这是想色诱我 我想都没想 直接把手抽了回来 狠狠白了她一眼 她满脸的不甘心 伸手就朝我下体摸去 我完全没料到她会这么放得开 猝不及防之下 被她给抓到了 我又不是太监 面对她的致命诱惑 生理自然起了反应 正好被她给完全握住了 她先是惊恐 大概没料到我这么大 之后玩味地冲我笑笑 我恼羞成怒 要不是老师 在讲台上 我早就一巴掌打过去了 我是男人 但绝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男人 我一把将她的手给打了回去 她却依旧面带笑意 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张纸条 别担心 我给你 玩世真心倾慕你 不会和你交易的 也不会要你负责 晚上放学 儒家宾馆307房间见 人家的活可好着呢 滚 我低声骂了一句 老子晚上要决斗 她又给我写了一句 晚上决斗之后 我给你庆功啊 我冷了一下 忽然想到 一种可能性 这个女人 会不会就是夏经雷的鬼奴 她明知今晚要决斗 还说 晚上要跟我睡觉的话 可能是想看看 我是真的准备 今晚和郑红尘决斗 还是这只是我和郑红尘 暗中布置的 引蛇出动计谋 在得到我的确切回答之后 她又说 决斗之后 给我庆功 去儒家宾馆 可能是她想对郑红尘下手 却还有点担心 这是我和郑红尘计划好的 我会偷偷去帮郑红尘 所以就约我去儒家宾馆 只要我在儒家宾馆 她就能放心大胆地 去杀掉郑红尘了 而如果我不在 她肯定不会 对郑红尘下手 我思来想去 为了引出鬼奴 便假装动心了 在纸条上写了一行字 别告诉杜小月 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会杀了你 女孩很开心 立即兴奋地点头 同时在纸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红小燕 又上了几节课之后 便到了晚饭时间 我和杜小月 去外面饭店吃的饭 度假有的是钱 我让杜小月包了一个包厢 简单点了几个菜 之后 我就跟杜小月打听红小燕的事 杜小月有点吃醋 怎么 对那丫头动心了 我也觉得 那丫头长得挺不错的 虽然有点爱慕虚荣 但床上功夫肯定很好 我擦了一把冷汗 说你这丫头 咋这么不矜持了 跟以前的淑女形象 可完全不同啊 杜小月生气地说 年轻女孩子 谁心里没那方面的想法 只是在外人在场的情况下 为了照顾家族脸面 才必须装淑女的 现在身边又没外人 装什么装 我哑然 连忙跟杜小月解释 我怀疑红小燕就是鬼奴的事 让她千万别多想 杜小月听了之后 惊讶万分 跟我说道 你的猜测 很可能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 红小燕虽然爱慕虚荣 但平日里生活 还是挺简点的 对唐大海挺忠心 不知多少 比唐大海条件好的 都想上了她 不过她都没答应 现在她对你表现如此反常 我觉得 其中肯定有猫腻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看来今晚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能把持得住 吃过晚饭之后 我和杜小月 回到学校上晚自习 期间红小燕趁晚自习又撩我 把我给撩得浴火焚身 那种滋味 可真他妈难熬 好容易等到下晚自习 红小燕递给我一张纸条 期待你胜利归来 我先去宾馆等着你了 小男人 操 老子哪小了 晚自习一下 教学楼瞬间沸腾起来 不少爱看热闹的 都往操场上跑 当然爱看热闹的 都是一些混混 大部分学生对此都没兴趣 回宿舍休息去了 我静止来到操场上 郑红尘已经在操场上等着了 密密麻麻的学生 围得水泄不通 郑红尘正在包围圈中 悠闲自得的抽烟 看见杜小月抱着我的胳膊来道 郑红尘勃然大怒 王八蛋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废话少说 开始吧 说着 郑红尘掏出了一把长剑 我也把霸王醍醐刀拿了出来 之前霸王醍醐刀 被我藏在学校某个角落里 刚才过来的时候 顺手带了过来 之前我还以为是 赤手空拳肉搏呢 没想到郑红尘静准备了长剑 这小狗日的 肯定是想把我给打伤了 这样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鬼奴看我受伤 肯定会先杀掉我 妈的 这小子还真是精明 我就说嘛 他怎么那么好心 心甘情愿自己受伤 郑红尘看见我掏出霸王醍醐刀 也冷了一下 尴尬地冲我笑笑 拿一把生锈的砍刀来 也不嫌丢人 开始吧 别废话了 说着 郑红尘举着长剑 便朝我扑了上来 生锈的砍刀 也能把你的脑袋给斩掉 我把杜小月推到一边 举着霸王醍醐刀 就冲了上去 反正我不会手下留情 被长剑砍一刀得多疼啊 所以我一上来就施展全部本事 务必先把郑红尘给伤了 估计郑红尘抱着 跟我同样的想法 所以一上来 也是施展全力 跟我打了起来 周围人群都激动地看着 惊叹声不绝于耳 我俩无论速度还是气场 都远超这些学生 把他们都看待了 没想到郑红尘果然是个好手 要不然 也不会是精英考核赛 最有希望的选手之一了 他举起长剑 朝我脑壳上劈来 速度和力量的确很强 但面对我的 逆天斩龙手 长剑就有些吃不消了 我立即举起霸王剃呼刀 挡住了长剑的攻击 之后飞起一脚 就踹向郑红尘 郑红尘不慌不忙 长剑顺着我的刀便划了下去 直刺向我的心脏 第149章 鬼奴竟是他 妈的蛋 这孙子是想用同归于尽的法子 跟我打呀 如果这时候继续攻击 这孙子长剑就会刺进我心脏 我会把他踹出内伤 可我同样会被长剑刺伤 我没心脏 倒不会死 无奈 我只好收回攻击 倒退了一步 郑红尘咄咄逼人的继续攻击 我立即举起霸王剃呼刀反抗 这家伙果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 虽然我估摸着 我们两个的实力不相上下 但他战斗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 竟是一直逼得我倒退 一直落于下风 看来不拿出点绝招来是不行了 我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得保存体力 对付鬼奴才行 我立即运转原力 将原力全部集中在手指上 郑红尘一剑 朝我脑袋上挥斩上来 我直接伸出手指 去接长剑 另一只手 则挥舞霸王剃呼刀 朝郑红尘的肚子上滑去 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 杜小月也忍不住尖叫一声 徒手去接长剑 而且郑红尘的长剑攻势如此之强 怕是一剑下来 能把我的手给劈成两半 对此 郑红尘有充足的信心 不过为了避免伤我太严重 郑红尘半道上 还是减弱了一丝力气 下一秒 我的五指死死捏住了长剑 之后用力一拧 只听咔嚓一声 郑红尘的长剑断了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时间定格了一般 连郑红尘也傻了 忘了反抗 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而我趁机将霸王啼呼刀 朝前方一刺 直接刺破郑红尘的肚皮上的皮肉 之后一脚将它踹飞 随着郑红尘一声惨叫 身子重重地倒在地上 众人这个时候 才终于反应过来 一时间现场喧嚣起来 我 我没看错吧 这家伙竟然 用手指捏断了长剑 他的手是钢铁打造的吗 人的手指 怎么可能做得到 变态 太变态了 在他面前 战神郑红尘 似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啊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我一步步走向郑红尘 面带冷嘲之色 郑红尘 我不能打死你 否则找人摆平 会很麻烦 我听说 你打断过别人一条腿 我就废你一条腿吧 郑红尘惊惧地看着我 你是何门 和派败何人为师 这种指令 莫非是少林寺 大力金刚指 少废话 说 想废掉哪条腿 唉 郑红尘颓废地低下了头 我认输 郑所谓成者亡败者扣 我自断一条腿吧 说着 郑红尘一掌 便狠拍向自己的左腿 他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妈的 这货根本就没用力 不过表演的道挺逼真 真跟腿被自个儿拍断了似的 是条汉子 我说道 那今日便暂且饶你一命 说着 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中 我一步步地走开了 刚转身 阵阵闪光灯亮起 那种感觉挺让我享受 感觉就像是 电影明星 杜小月快走两步追上来 抱住了我的一条胳膊 压低声音说道 刚才你俩表演 痕迹太明显了呀 就算郑红尘想让你伤他 那也不能荒唐到 让你用手指接刀 给你创造机会啊 万一被鬼奴识破了怎么办 我哑然失笑 感情杜小月觉得 我用手指捏住长剑 是在演戏呢 我也懒得跟杜小月解释 只是笑笑道 我送你回去吧 估摸着鬼奴快行动了 杜小月点了点头 再三叮嘱我去了儒家宾馆 千万不能乱来 否则 他绝饶不了我 我笑笑地道 让他尽管放心 如果红小燕真的在儒家宾馆 说明他并不是鬼奴 因为真正的鬼奴 应该会想办法去杀正红尘才对 我在三叮嘱杜小月 无论听到什么动静 都要在房间里待着 千万别出来 如果发现鬼奴来偷袭郑红尘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会及时赶过来 确认杜小月明白这一点之后 我这才是折返回儒家宾馆 我来到前台 找307房的红小燕 她果然已经开好房了 我匆忙来到三楼 敲开红小燕的房间 红小燕只穿了一件齐笔小短裙 连蕾丝小妹妹都露了出来 性感撩人 宽松的睡衣 却并未遮挡住她傲人的胸围 她好像刚刚洗了个澡 身上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看见我后 红小燕舔了一下嘴唇 从我妩媚笑了笑 来了 进来吧 我心事重重地走了进去 红小燕顺势关上了房门 一把扑到床上 短裙无意中撩起 甚至银润小巧肚脐也露了出来 一从黑色毛发 很不老实地从内内之中钻出 看得我浴火沸腾 她伸出脚 轻轻地在我下体磨蹭着 来嘛 人家都等不及了呢 我却皱皱眉头 心到情况貌似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红小燕莫非并不是鬼奴 否则她现在应该去杀郑红尘才对 或者说 她这是准备先把我哄睡了 再去对付郑红尘 此时 红小燕竟已经开始脱衣服 先是短裙 然后是小赵赵 最后是小奶奶 那火辣动体 毫无保留地 完全展现在我面前 而我内心的浴火之火 瞬间沸腾起来 我感觉自己再也把持不住了 从未有过的冲动袭上头脑 此刻的我脑子有点乱 不由自主浮现出一幅幅肮脏龌龊的画面来 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 什么都不想去想 只想畅快淋漓地好好舒服一把 我一步步地朝红小燕走去 红小燕伸开双腿 歪地的眼神看着我 快来嘛 快来嘛 人家好痒啊 快 快念静心咒 这时 夕阳鬼忽然在脑海中呼唤起来 诗香 这是诗香 能刺激人的欲望 蛊惑人的心智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意识地 就开始念静心咒 随着静心咒响起 我的意念总算缓缓恢复 想起刚才差点控制不住 我就一阵心有余悸 诗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立即问西洋鬼道 是一门鬼法 西洋鬼说道 用死掉孕妇的羊水 和婴儿的湿油 通过密法炼制而成的油脂 涂抹在身上 散发出的香气 能催动人的信誉 迷惑人的心智 这个红小燕是个懂行的 或者是被鬼上身了 小心点 嗯 好 我回答道 我并未选择拆穿红小燕 而是假装中招 一把扑到红小燕身上 将她死死抱住 红小燕双手双脚 立即盘在我身上来回地蹭 快 快 哥哥用力 臭不要脸的 我立即抽出一张玄阶终极符 用力拍在红小燕的后脑勺上 啊 红小燕喉咙里 发出一个陌生的女子声音 之后我分明注意到 一股阴影 从红小燕体内弹了出去 红小燕本身则陷入了昏迷之中 果然是鬼上身 我立即弹跳起 抓起霸王啼呼刀望向阴影弹射出去的方向 一个女鬼正惊恐地站在角落里 死死盯着我 当我看清这女鬼模样的时候 顿时间便傻眼了 这女鬼我认识 这让我大惊 怎么都想不明白 怎么会是她 上一次罗门下堂的一个女教师鬼跑了出去 我们一群黄街道士审核赛的参赛者分不同地点去抓捕女教师鬼 而我被分到了女教师鬼生前任教的教室内 当时还没等到女教师鬼 反倒先等到了两男一女两个鬼 我把两个男鬼给打得魂飞魄散 这个女鬼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原本以为那女鬼也已经魂飞魄散了 谁能想到她竟然还活着 而且此时此刻她竟然冲了红小燕的身子来勾引我 想害我 莫非她就是夏金雷的鬼奴 王八蛋 我愤怒地瞪着她 竟还敢找来 看我今天把你打得魂飞魄散 死 她咬着牙 星红双目死死盯着我 之后朝我猛地扑上来 我冷哼一声 她不过就是一黄街终极鬼 而我在倒数方面的 早已几乎可以媲美玄街低级道士了 对付她是迎刃有余 我立即在霸王啼呼刀上 加持了黄街高级扶咒 朝她凶猛地挥砍了去 她被我一刀给劈砍地摊在地上 身形瞬间透明许多 只要我再打上去一张黄街扶咒 她立马会魂飞魄散 她满脸不敢相信 表情地看着我 怎么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这般强 说 到底是谁只是你这么做的 我问道 她的实力太弱 不可能会是夏金雷安排的鬼奴 这实力 怕是连杜小月都伤不了吧 我宁愿魂飞魄散 也不会告诉你 她愤怒地嘶吼道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冷哼一声 那我就打你个魂飞魄散 说着 我朝她身上丢了一张黄街低级服 我没选择使用黄街中级服以上的服 因为我不能把她打个魂飞魄散 她肯定是和鬼奴一伙的 我得从她口中问出些东西才行 我只能用黄街低级服来一点点地折磨她 黄街低级服砸在她灵体上 立即释放出一股黑色烟雾 她则痛地嘶吼惨叫起来 在地上直打滚 坦白交代 我愤怒地瞪着她 如若不然 我折磨得你生不如死 她害怕了 连忙将她所知道的都坦白交代了 原来 她上次在鬼教室 即将魂飞魄散的时候 被一只强大的鬼魂给救了 之后 她就一直为那只鬼做事 这次那只鬼来到示意中 附身在了一个老师身上 说要暗中杀掉杜晓月 还让她附身到红小燕的身上 只要有机会 就杀杜晓月 但奈何杜晓月身边 有一个高手保护着 他们一直都没得手 今天我来到之后 她便接到了 那强大鬼魂的指示 让她今晚勾引我来儒家宾馆 天亮之前不准我离开 所以 她才勾引我的 只是没想到我现在如此强大 竟发现了她 毫无疑问 她所说的强大的鬼魂 肯定是夏金雷的鬼奴 至于鬼奴附身的老师 到底是谁 我则有些不确定 于是我就问女鬼 女鬼告诉我说 那名老师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 第150章 在语鬼教室 李老师 就是那个大学 刚毕业的清纯老师 曹你大爷的 这特么得糟蹋多少良家妇女啊 我愤怒的一脚 揣在女鬼身上 同时命令诗运在此处看着她 别让女鬼逃掉 之后 我疯狂朝别墅跑去 我一边朝别墅跑 一边给杜小月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我立即警告杜小月 说 咱们的班主任李老师 就是夏金雷的鬼母 杜小月的声音 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听见杜小月 似乎走了几步 之后她战战兢兢地道 李老师 李老师在 在别墅 来看望受伤了的郑红尘 刚走出郑红尘的房间 我该怎么办 什么 我的脑袋顿时就大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 快回你房间 无论发生什么 千万别出来 我立即怒吼道 我现在马上赶到 别挂电话 回房间之后 安全了再说话 杜小月答应了一句 匆忙跑进了自己房间 确认杜小月回房间之后 我立马追问道 小月 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对郑红尘动手 杜小月焦灼不安地说道 我不知道啊 李老师带了两个警察来调查情况 现在两个警察已经离开 只有李老师 还在郑红尘房间里 现在没一点动静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好 我说道 你想办法通知郑红尘李老师就是鬼奴 千万别走出房间 也不要让李老师知道 我们已经了解真相 能不能做到 杜小月深吸一口气 说了一句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 拦了一辆出租车 很快便来到了杜小月的别墅 我并没选择鲁莽地冲进去 而是在外面观察一下形势 最好能找个机会 偷袭李老师 别墅里一片灯火通明 我四处观察了一下 发现旁边一棵梧桐树 正好能看见郑红尘房间里的情景 我爬到梧桐树上 朝里面望去 隔着这么远 我都能感受到 房间里的暧昧氛围 郑红尘坐在床头 一身清凉短裙装扮的李老师 正蹲在郑红尘身边 给郑红尘肚子上的伤口 进行包扎 我分明注意到 郑红尘俩眼死死盯着李老师的胸壳看 下边不由自主支撑起了一个小帐篷 近乎贴到李老师的脸上了 李老师停下手中动作 看了一眼小帐篷 竟扑斥一声就乐了 清点了一下郑红尘的小帐篷 这一下对郑红尘来说 根本就是致命打击 他再也控制不住 一把将李老师的脑袋 按到裤裆上 之后一把掀开了他的裙子 我操你骂 我顿时勃然大弄 这小狗日的 竟然还有心思跟女老师耍这个 我心中清楚 若我再不动手 李老师肯定会暗中偷袭郑红尘 我没办法 只能从树上跳下来 风跑向郑红尘的房间 郑红尘此刻正享受着李老师的口 即便我冲到了窗口 郑红尘依旧没注意到 不过李老师 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到来 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 之后猛地伸出手 狠狠抓向郑红尘的心脏 果然是你 就在我准备提醒郑红尘的时候 郑红尘却忽然怒骂一句 猛地从床边抓起长剑 狠狠朝李老师的脑壳上刺去 看来郑红尘也察觉出李老师的异样了 哦 李老师没想到 郑红尘早就知晓他身份 吓得连忙倒退了去 而郑红尘全身哆嗦了一下 一滩白色液体流了出来 真他娘的恶心啊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郑红尘 爬到窗户上坐下 连女鬼都伤 郑红尘冲我肝大地笑了笑 这可是女老师案 别说你没兴趣 玩我 李老师勃然大怒 嘀吼一声 匆忙冲向门口 快别让他逃了 我大喊一声 提着霸王啼虎刀 便冲向李老师 没想到李老师刚想穿门而出 却忽然重重地反弹了回来 跌在地上 身形瞬间透明了许多 肯定是杜小月在门外面 贴上了符咒 哼 今天你插翅难飞 郑红尘提起长剑 步步逼向李老师 鬼奴冷哼一声 竟再次朝门口狠狠撞了去 傻逼 我骂了一句 我知道杜小月手中有玄阶终极符 这鬼奴 不过也是玄阶终极鬼吧 他能冲得出去才怪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鬼奴刚冲到门口 门却忽然从外面打开了 杜小月刚探出脑袋 李老师直接一下死死卡住杜小月的脖子 糟糕 我的心瞬间紧张地狂跳起来 杜小月呀杜小月 你到底跟我们一伙 还是跟鬼奴一伙的 这下 你可帮了鬼奴大忙了 他愤怒地盯着我 给老子滚开 否则老子 现在就掐断他的脖子 就这么放他离开 我不甘心啊 可是却又不能看着杜小月被女鬼折磨 只好想法跟他周旋 你到底是男是女 你怎么能支撑老子呢 张栓柱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鬼奴勃然大怒 老子知道你嘴厉害 但你这会儿最好别跟老子耍心机 否则 这就是下场 说着 鬼奴竟一把抠掉了杜小月的眼珠子 鲜血瞬间从杜小月的眼洞里喷出来 眼珠子也掉在地上 瞬间爆裂了开来 杜小月疼得死去活来 大喊着救命 啊 看见杜小月的眼珠子被抠出来 我的心顿时刀叉一般的疼 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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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鬼奴太心狠手辣 一言不合 就抠眼珠子 杜小月那么美好的女孩 我草 我草你全家 我觉得我都快疯了 死死握着霸王啼呼道 真想一刀把鬼奴给剁碎了 滚开 鬼奴骂道 否则我抠掉他另一只眼珠子 别 别动手 我怂了 我实在是不能拿杜小月的眼珠子打赌啊 我宁愿被抠掉眼睛的是我 也不愿杜小月遭殃 我让开 让开还不行吗 说着 我立马退了去 鬼奴立马朝窗口 磨捕了过去 杜小月依旧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心疼得直掉泪 小月 坚持一会儿 坚持一会儿 你放心 我一定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你 我还要把鬼奴千刀万剐 要他一辈子生不如死 冷静 冷静 西洋鬼说道 不太对劲 你好像中了幻术 你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 西洋鬼一提醒 我才意识到情况的确有点蹊跷 现在门敞开着 鬼奴却并未选择从正门逃走 而是想从窗户上逃走 这说明门根本就没打开 杜小月也没进来 我看见的都是鬼奴布置下的幻术 我又看了一眼郑红尘 此刻郑红尘正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又搂又抱又轻的 看来是进入了和我不同的幻觉之中 草你大眼 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我的确中了幻术了 所以我 直接提着霸王啼虎刀 朝鬼奴冲了上去 我草你嘛 敢骗老子 不过 已经来不及了 鬼奴已经冲到了窗口 冲我冷笑一声 纵身跳到了窗外 鬼奴刚跳出窗外 房间里的情景瞬间变了 没有杜小月 没有鲜血 没有眼珠 门也是关闭着的 郑红尘也猛地睁开眼 四处乱看了一眼 大惊失色 你怎么在这儿 红小燕呢 刚才郑红尘中的幻术 肯定是和红小燕缠绵情景了 看来红小燕 才是郑红尘的菜 傻逼 我骂了一句 刚才你中幻术了 鬼奴已经逃走 快点跟我去追 什么 幻术 郑红尘勃然大怒 我草他妈逼 连师掌幻术 都不给老子爽到最后 老子弄死你 说着 我和郑红尘 直接跳出窗外 愤怒地追向鬼奴 鬼奴似乎被杜小月的符咒所伤 跑得并不算快 我俩依稀能追踪到对方的踪迹 不过我却觉得有些奇怪 我俩现在已经知道 李老师被鬼奴冲了身子 那鬼奴继续待在李老师的体内 已经没用了 为何不放弃李老师的身子逃命 他若是舍弃李老师的身子 速度会更快 至少甩脱我俩 是没问题的 莫非 他是故意减缓速度 要将我俩引到什么地方去的 再联想到 鬼奴在郑红尘房间不这儿逃 我越发觉得 他想引我俩去什么地方了 我于是立即让郑红尘减缓速度 看看李老师的动静 果不其然 我俩刚减缓速度 李老师的速度 也有所减缓 我俩加快速度 李老师也悄然提升了速度 总而言之 他故意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让我们跟上 也不让我们跟丢 妈的 李老师果然有问题 小心点 我提醒郑红尘 鬼奴想带我们去某个地方 可能是个圈套 郑红尘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好像 是往咱们学校跑去了呀 该死 他不会对学校的学生动手吧 应该不会 我说到 鬼奴的主人在罗门担任要职 如果鬼奴伤害学生 肯定会引起政府的注意 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 就算鬼奴主人再能耐 也会被国家暴力机器所碾压 他还没这个胆量 郑红尘听得目瞪口呆 啥 鬼奴的主人是 罗门高层 你咋知道的 据我所知 杜家和罗门也有生意往来 哪那么多废话 我不耐烦地说道 赶紧给我追 没时间 在这叽叽歪歪了 郑红尘也不再多说 跟着我追了上去 没想到 鬼奴最后禁果真把我们带到了示意中 他翻过墙壁之后 便从我们视线中消失 我和郑红尘 立即紧跟两步跑了上去 踩着垃圾箱 跳到了墙壁上 学校后面 是学校操场 我俩四处找了找 并未找到鬼奴的踪影 不过 操场上却忽然多了一栋建筑 我仔细观察那栋建筑 那是一栋瓦房 破败不堪 门窗腐败 蜘蛛网遍布 一股熟悉感袭上心头 鬼教室 这竟然是鬼教室 上次我追捕从罗门下堂 跑掉的女教师 鬼的那个鬼教室 我 操 鬼教室 怎么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第151章 埋伏 郑红尘也发现了鬼教室 他看我表情不太对 连忙问我是否认识这莫名其妙出现的教室 我于是连忙把鬼教室的事 跟郑红尘说了 郑红尘听了之后 也是直皱眉头 这鬼教室 跟咱们这件事有啥联系 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儿的吧 我略加思索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那个被鬼奴收复的女学生 鬼把鬼教室给带到了这个地方来 我决定过去看看 鬼奴很可能也藏在鬼教室里面 既然鬼奴是有意把我俩引到这鬼教室的 那鬼教室肯定有埋伏 我再三叮嘱正红尘 千万别轻举妄动 在外面观察一下形势再进去 我们跳下墙 一步步朝鬼教室走去 可刚走了两步 我却发现周围温度在快速降低 同时一股浓厚阴气将我们团团包围 不对劲 我和郑红尘几乎一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一块止住脚步惊恐地望向四周 粘稠夜色之中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黑影 正摇摇晃晃地朝我们靠近 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些是什么东西 郑红尘也是连忙从口袋中抓出两张符咒 肯定不是人 阴气太重了 小心 实在不行 咱们就逃 往哪儿逃 我绝望得到 咱们被这团黑影包围了呀 很快 那些黑影便靠近了我们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些亡魂竟然都是学生 他们都穿着校服 有男有女 各个脸色紫青 身长舌头 瞪着完全惨白的瞳孔 嘴角不断流淌着泡沫 大概有上百号学生 都是被堵死的 郑红尘倒吸一口凉气 谁这么心狠手辣 堵死这么多年轻学生 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说到 重要的是 他们会不会是 鬼奴设下的圈套 可能性极大 郑红尘说道 杀出去吧 不行 我连忙到 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总觉得 这些学生跟鬼教室 藏着什么秘密 上课了 一个声冷僵硬的声音 在学生群中响起 之后 学生们便朝 鬼教室方向走去 他们依旧 把我俩包围在其中 看样子 是要带我俩进鬼教室 怎么办 郑红尘急得焦头烂额 我可不想进那鬼教室 进去 我说道 咱们不是这上百号 学生鬼的对手 倒不如进去看看 他们到底 有什么目的 相信我 如果鬼奴的主人 想搞死咱们 咱们根本活不成 不过看样子 他不想杀死咱们 在我的耐心劝说下 郑红尘只好 硬着头皮答应了 跟着学生 一步步地进了鬼教室里面 阴森 冰冷 绝望 这是鬼教室 带给我的感觉 学生们 依次在鬼教室坐好 一直到最后 鬼教室 就剩下了三个座位 而那三个座位 赫然是我第一次 进鬼教室 那两男一女的鬼魂 坐的位置 莫非 那两男一女鬼魂 和这些亡魂 是同班同学 没时间思考太多 所有学生鬼 都用惨白的眼睛 望着我俩 我只好带着郑红尘坐下 我刚坐下 教室门外 忽然又进来一只鬼 赫然是之前 冲红小燕身体的 那女学生鬼 草 看见她的瞬间 我顿时 就有些凌乱了 我之前已经 把她打得奄奄一息 让名气诗韵 看着她了呀 为什么此刻 她看上去并未受伤 而且诗韵呢 诗韵呢 该不会是 有危险吧 想到这点后 我整个人都不能淡定了 我试图将诗韵召唤过来 不过我俩已经解除关系 我的召唤毫无效果 我急得焦头烂额 恨不能现在冲上去 逼问女学生鬼 她面含笑意地 坐在我旁边空座上 之后庞若无人地 盯着黑板看 草 我勃然大怒 诗韵可能有危险 这让我沉不住气了 我立即掏出一张 玄阶终极符 威胁女学生鬼 王诗韵呢 现在在哪 在我掏出符咒的瞬间 上百双眼睛 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同时 他们身上释放出一股浓厚的怨气 扰乱我的神志 压制我的阳气 快收起来 郑红尘痛苦地对我说道 怨念太恐怖 真打起来 咱们招架不住 我没办法 只好强忍着愤怒 把符咒收了起来 而此时 女学生鬼冲我诡异地笑了笑 同时伸手指了指教室门口 我立即望向教室门口 一道人影 缓缓走进教室 赫然是李老师 李老师点着脚尖 颤颤巍巍地走到讲台之上 在李老师出现在教室的瞬间 我分明发现这些学生看他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和怨气 这就有点奇怪了 能让亡魂惧怕的 一般都是比其强大数倍的亡魂 或者是杀害他的罪魁祸首 但很明显 这么多学生的怨气 比鬼奴要强 那就是后者了 鬼奴杀害了这么多学生 有什么目的 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望着学生 学生也都望着老师 好似定格了一般一动不动 我总觉得 他们似乎在等什么人的到来 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坠坠不安 现在怎么办 打是指定打不过的 可逃走 这些学生应该不乐意让我逃走的 我用纸条和郑红尘商量对策 现在郑红尘也束手无策了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掏出一看 发现竟是师傅发来的一条信息 在鬼教室 师傅问道 我立即回了一句 对 千万蓝中那名女鬼老师 师傅回复道 我现在立马赶到 师傅也要来 看师傅发来的短信语气 好像他对女鬼教师很看重啊 在我心里 师傅是个大人物 他肯定能替我解除危机的 我松了口气 于是给郑红尘写了个纸条 告诉他待会儿 会有一个强者来帮我们 让他不用担心 郑红尘松了口气 我一直都死死盯着李老师 师傅让我 一定不能让女鬼教师离开 我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好在鬼奴并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这让我彻底松了口气 大概半个钟头左右 我听到扑通一声响 有人从墙头上跳了下来 这让我松了口气 若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师傅来到了吧 当那人来到教室门口 我发现 果然是师傅 我心中狂喜 立即站起来 想跟师傅打招呼 不过师傅 却只是盯着李老师 表情很复杂 双目透着沧桑难过和激动 感觉就好像 见到九位重逢的故人 李老师和众学生 却看都不看师傅 当他不存在 这情景实在诡异 令人琢磨不透 英子 出来吧 我知道是你 师傅总算开口了 师傅一开口 李老师立马扭头看了一眼他 不过却依旧 毫无感情波动 扭过头继续盯着学生看 唉 师傅颓废地叹了口气 我说过 无论你在哪 哪怕我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要找到你 现在我兑现了我的诺言 嗯 我立马意识到 一种可能的情况 面前这个鬼奴 很可能就是师傅失散已久的老婆 师傅的老婆 现在已经成了下惊慰的鬼奴 她对师傅肯定没了记忆 没了感情 师傅若凑上去 会有危险 我刚想阻拦 不过却已经来不及了 师傅靠近了鬼奴 鬼奴受到了威胁 全身立即释放出一股黑色雾气来 打入了师傅体内 师傅原本变虚弱的身子 被阴气入体后 更虚弱了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 走路开始摇晃 不过却依旧义无反顾地走向鬼奴 因子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江大山啊 你怎么 话音刚落 鬼奴再次释放出一股阴气 攻击师傅 师傅并未反抗 只是任凭阴气入体 这一次 师傅都虚得吐血了 这就是你说的大人物 郑红尘说道 这是准备用苦肉剂换真情 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知道再不管就不行了 没办法只好站起来 匆忙走上去拽住师傅 师傅 他已经成了夏精雷的鬼奴 对你没感情了 你 你别这样 师傅扭头看了我一眼 脸上阴晕着一层怒气 你说 他是被夏精雷害死 收尾鬼奴了 师傅的表情很吓人 双目之中 透露着浓浓的杀意 看得我胆战心惊 我艰难咽了一口吐沫 点点头 是啊 师傅 王八蛋 师傅瞬间暴跳如雷 夏精雷 我知道你在这 给老子滚出来 快给老子滚出来 哈哈 跟我做一块的女学生鬼 忽然狂笑起来 而那声音 赫然是夏精雷的 天榜第十三名的江大山 没想到竟会为了一个女人而隐居 说出去 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了 我知道这女学生鬼 肯定被夏精雷控制了一年 她的所见所闻 夏精雷都能看得见听得见 而我也万万没想到 我这个低调师傅 竟是天榜第十三名 的确是高手 有种给老子滚出来 师傅怒气冲冲地 瞪着女学生鬼 江大山 你不就是想要你王七的自由吗 没关系 我可以还给你 夏精雷说道 不过 你得拿一样东西来换才行 说 师傅愤怒地吼道 把这小子的心脏 浇出来 夏精雷恶狠狠地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的心脏 是被你给偷了去 我的心脏 竟果真 是被师傅偷了去 也不知道 师傅是在保护我 还是想害我 我紧张地看着师傅 不知师傅该做何选择 一边是朝思暮想的王七 一边是我这个没见过 几面的徒弟 怕是只要是个人 都会选王七的吧 果不其然 师傅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好 你来取 第152章 魂抱 将心脏交给我 女学生鬼站起来 朝师傅伸出手 只要心脏到手 我立即解除和英子的主仆关系 师傅看了一眼女学生鬼 毫不犹豫地走了上来 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该怎么办 万念俱灰的我 低头望着地面 在师傅眼里 我的性命 或许连一只宠物都不如吧 唉 没钱没背景没实力 凭啥让人看得起 我心中清楚 即便我反抗 也不会是师傅的对手 而且 我这条命 也是师傅给的 我并不曾想反抗 只是 心里刀割般难受 救过我一命的师傅 要把我性命送出去 难道一句安慰话 都懒得动说吗 在他心里 我到底算得了什么 我抬头看着师傅 擦了一把眼角泪痕 师傅 答应我一件事 我这朋友是无辜的 还望门户他一条性命 师傅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地答应了 之后 师傅猛地抓向心脏 静视声声 将自己的胸口 给掏出了一个窟窿来 当他的手再拿出来的时候 手中多了一个血淋淋的内脏 师傅虚弱地摊在地上 咬着牙道 快解除主仆契约 哈哈 爽快 夏惊雷狂妄地笑道 英子 跪下 念还阳咒 英子当即便跪在地上 口中念念有词 我看着那颗心脏 眼角再次湿润 这便是我的心脏吗 现在 我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脏 被别人给拿了去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我想等解除主仆契约之后 便将心脏给夺回来 无论如何 都要尝试一把 终于 英子很快清醒 一个漂亮亡魂 从李老师体内分离出来 他泪眼朦胧地看着师傅 大山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来找我的 师傅艰难笑笑 之后毫不犹豫 将心脏给了女学生鬼 女学生鬼抱着心脏 立即逃走 我正在原地 妈的 我正准备去抢呢 谁能知道 师傅精这么爽快 就给了她 师傅低声道 带着你师娘 逃 逃 我惨淡笑笑 心脏都没了 还逃什么逃 瞧见了吗 师傅虚弱地笑笑 这些学生 都是那支军队 英煞的后代 夏精雷将他们抚养大 然后杀死 做成了英煞 这夏精雷 也想用这英煞夺你心脏 刚才给他的 是我的心脏 若你再不逃 连我也挡不住 英煞夺你心脏了 什么 我听了顿敢头皮发麻 为了得到我心脏 夏精雷竟杀掉 这一百个学生 而且 这一百多个学生 都是那支军队 英煞的后代 真够心狠手辣的 更令我震惊的是 师傅禁用他的心脏 冒充我的心脏 也就是说 为了让我活 师傅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看着师傅 呆愣了好长时间 逃 师傅怒吼道 他马上就会发现 心脏是假的 到时候 想逃都逃不掉了 因此 就拜托给你了 给老子好好活 说着 师傅缓缓站起身来 愤怒地望着教室内的亡魂 夏精雷 你伤我女人 我夺你性命 说着 师傅一把抓住 其中一个亡魂 用力一握 竟是生生 将亡魂给握的魂飞魄散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即便老子的实力受损 依旧能杀掉你 师傅俨然成了一封人模样 疯狂收割着学生鬼的性命 英子吓傻了 惊恐地望着师傅 口中呢喃着 大山 大山 你别这样 我害怕 咱们的孩子呢 英子和夏精雷 解除了主仆关系 同时他也忘却了之前的记忆 甚至都不清楚 自己是亡魂 他只知道 自己是江大山的女人 这个男人能给自己遮风挡雨 自己只要待在他身边 这个男人就能为自己 撑起一片天地 现在自己的全部依赖 竟变成了这副惨状 英子害怕了 他就像失去父亲保护的孩子 惊慌无助 师傅一边疯狂杀戮 一边努力冲英子笑 英子 没事的 你先跟他离开 我过会儿去找你 我想吃你给我做的槐花饼了 之后 师傅看了我一眼 张栓柱 去吧 我不想他看见自己的男人失败 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 我使劲擦了一把眼泪 师傅 放心 我会让英子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的 说着 我一把抓住英子 跟我走吧 等师傅忙完了 就会去找咱们 师傅说 你做的槐花饼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英子不肯走 最后我只能生生把英子给拽走了 那些学生鬼想追来 不过都被师傅轻而易举地给摆平了 一路上英子都在哭泣 问我师傅 今天会不会死 我说不会 只要我活着 师傅就不会死 英子欣慰地点了点头 说他也觉得江大山不会死 因为他不舍地抛弃他 我带英子 一路来到了儒家宾馆 我心中担心明妻的安危 当我来到307房间的时候 发现房间里 只有洪小燕虚弱地摊在床上 却不见明妻的踪迹 洪小燕处于苏醒状态 只不过洋气近乎被女学生鬼抽干了 所以连逃走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立即朝洪小燕身上贴了一张还洋服 她的洋气才总算缓缓恢复 看着自己赤裸着的身子 绝望无助地蹲在角落里哭泣 我用被子把洪小燕裹住 轻声安抚她道 别害怕 告诉我 你之前是不是见到两个女鬼在房间里 洪小燕阴盛阳衰 肯定能看见鬼 洪小燕点了点头 抽气着道 看见了 他们被一个倒是模样的人给带走了 告诉我 那个男人的模样 我说道 洪小燕于是把对方的容貌描述了一遍 赫然是吓惊雷 我冷笑一声 让洪小燕穿好衣服离开了 之后 我看了一眼英子 苦笑一声 英子 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好吗 哪儿也不要去 就在这儿等我 英子问我道 你干嘛去 我的女人被抓走了 我不能袖手旁观 你说是吗 嗯 去吧 英子说道 你的女人现在肯定很害怕 很需要你 你去把她救回来 告诉她 我请她吃槐槐饼 好 谢谢 我会告诉她的 我深吸一口气 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出了宾馆 下惊雷 想夺我血脉 伤我女人 杀我师父 这愁弱不报 我张栓柱 也没脸继续活在这世上了 在我往学校走去的时候 我却注意到 罗门下堂起火了 尖叫声不绝于耳 不用说 夏惊雷现在在罗门下堂 师父一路追杀到了 罗门下堂了 我撒腿 就朝罗门下堂跑了去 当我来到罗门下堂的时候 火烧得正旺 黑雾滚滚直冲云霄 火龙将整条街都照亮了 好在罗门下堂的人都已经逃出来了 个个灰头土脸 钟浩天看见我来到 立马跑上来 张栓柱 你总算来了 快把夏雨菲送医院吧 我看了一眼夏雨菲 她灰头土脸 衣服也烧坏了不少 狼狈不已 陷入了昏迷之中 她怎么了 我紧张地问道 被她父亲打伤了 钟浩天连忙说道 有个老头和她父亲打起来了 夏雨菲想劝架 就被夏晶雷给打晕了 看上去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送她去医院 我说道 这里的事交给我了 你不一起去 钟浩天问道 嗯 我有点是需要处理一下 说着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向火海 钟浩天连忙冲上来拦住我 张栓柱 你疯了 你这是要干嘛去 有些事 我必须去做 啥意思啊 听不懂 说人话 钟浩天一边往回拽我一边吼道 我一脚把钟浩天踹翻在地 人话就是 谁他妈敢拦老子 老子先弄死他 我再次冲进火海之中 几个人想拦我 却根本来不及 我在门口用水管打湿了衣服 横冲直撞地进了罗门大堂 这里发生过爆炸 建筑物近乎塌陷 断壁残垣 桌子凳子碎片到处都是 龙烟滚滚 火龙肆虐 打斗声从二楼传来 我直接穿过火海 来到二楼 燃烧是从一楼开始的 所以 二楼的火势不算旺 我寻着声音 一直来到了宿舍区 总算找到了夏惊雷和师父 夏惊雷死死卡住师父脖子 按在墙壁上 现在师父俨然成了一血人 头发也给烧光了 身上到处都是被火烧出的伤疤 近乎辨认不出他的模样了 夏惊雷好似疯了般地怒吼道 把司马家心脏还给我 快还给我 扑 师父已经伤得说不出话来 愤怒地朝下惊雷吐了一口口水 我操你妈 夏惊雷见问出心脏无望 直接将师父扔进了火海之中 师父 我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 快步跑上去 准备把师父抢救出来 不过夏惊雷虽然受伤严重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比我要强悍太多 一脚便将我揣在地上 胸口一热 吐了一口血出来 你还敢来 你竟然还敢来 张拴住 把你的心脏浇出来 夏惊雷步步朝我逼近 脸上杀意明显 俨然一副恶魔形象 我扶着强奸男的站起身来 夏惊雷 伤我女人 杀我师父 现在还要躲我心脏 可笑 可笑至极 今天就算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要出了这口恶气 夏惊雷狂笑起来 就凭你 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 那就试试吧 我提着霸王提胡刀 朝夏惊雷步步走去 可我俩尚未交手 火海之中 净乎地窜出一道人影来 那人已经给烧成焦炭 全身黑色 火苗子依旧在蹭蹭乱窜 他横冲直撞 冲向夏惊雷 最后一把将他抱住 竟然是师父 他竟还没死 人有道心 有心无心又何妨 师父的喉咙里 竟发出无比清晰的声音 太已一日 天必应之以风雨 以其日月则即 遂美名安哨并已 我以无魂计日月 魂飞魄散为这般 爆 魂爆 你他娘的竟敢魂爆 夏惊雷惊恐地喊了一声 我尚没明白 魂爆究竟为何物 却忽听扑的一声响声响起 第153章 这新身体 还满意吗 声音不大 异常沉闷 可这小小的爆破 却仿若有强悍力道 我只听夏惊雷一声惨叫 之后便浑身摊在地上 捂着脑袋惨叫不已 魂爆之力 伤人魂魄 而魂爆之人 会魂飞魄散 只有一缕神石 会逗留人间 每时每刻品尝魂魄魄之痛处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方可消散而去 师父 我心疼 夏惊雷尚没死去 依旧在地上挣扎 我步步朝夏惊雷走去 霸王醍醐刀刀剑 和水泥地板摩擦 发出痴痴的声音 刺耳得很 夏惊雷害怕了 他的魂魄受损 虚弱不堪 惊恐地想要爬走 不过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举起霸王醍醐刀 便准备斩断其脑袋 慢着 慢着 夏惊雷连忙怒吼 我可以放走你的名妻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快说 他在哪儿 我怒吼道 在 在你身后 夏惊雷艰难地道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看 不过身后空荡荡的 糟糕 中计了 我再次提起霸王剃虎刀 朝下惊雷身上挥砍了去 夏惊雷狂笑一声 臭小子 真以为精力魂暴 就没法奈何你 一粒神丹 足以让老子灭了你 夏惊雷竟 再次从地上弹跳起 猛地撞向我的身体 怎么 怎么可能 我满脸不可思议 此刻的夏惊雷 仿佛又恢复了 全盛时期的实力 这一下蕴含千军力道 竟是生生 将我给撞飞了 这一下撞击 不亚于被高速行驶的 汽车给撞一下 我倒飞出去 落地之后 感觉全身剧痛 头脑发胀 胸闷气短 肋骨好像被撞断了一根 告诉我 你的心脏在哪儿 夏惊雷愤怒地吼道 神丹 罗门最顶级密样 夕阳鬼声音颤抖的道 可以短时间内 提升他的实力 弥补灵魂创伤 现在的他的实力 近乎全胜状态 逃 快逃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逃 你让我怎么逃啊 沙师傅 夺名妾 这仇太大 我怎么能逃 今天 便不死不休吧 我凭着顽强的意志力 艰难地站起身来 冷冷地看着夏惊雷 同时心中默念还阳咒 解除和西洋鬼的主仆契约 你 西洋鬼没想到我在此刻会解除契约 一时间惊住了 等契约解除完毕 西洋鬼叹了口气 也罢也罢 你小子是个男人 我没你那么一起用事 跟你陪葬 那我便许诺你 我会尽余生之力 护你身边的人周全吧 说着 西洋鬼化为一阵阴风 吹向窗外 我提起霸王提呼刀 便朝夏惊雷脑壳上挥砍了去 夏惊雷一声冷哼 猛地抬起右手 口中念咒 他手掌心中竟出现一股黑雾 其中不断释放出雷电来 他最后竟是生生握住了 霸王提呼刀 一股强烈的电流 通过霸王提呼刀 传入我体内 电得我浑身苏码 弱 太弱 夏惊雷怒吼一声 一拳砸向我胸口 我的身子不由自主撞碎窗户 飞出窗外后 重重跌在地上 我顿感胸口一热 吐了一口污血出来 肋骨又断了一根 强烈的窒息感传入大脑 周围围观的人 惊叫不已 有两个人跑上来 想把我救出去 但随着夏惊雷跳下楼 一声怒吼 那两人当即便吓跑了 夏惊雷再次冲到我身边 一把将我提起 告诉我 心脏到底在哪 我艰难笑笑 一张口又吐了一口血 如果我说不知道 你会不会信 敢耍我 夏惊雷怒吼一声 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再次将我踹飞 临被踹飞之前 我想抱住夏惊雷的腿 狠狠咬一口 可夏惊雷的速度太快 我根本就抱不住 说 今天不说 我打死你 夏惊雷再次将我提起 我的视线模糊 大脑也迷糊起来 再也撑不住了 疼 是真的疼 疼得刻骨铭心 死去活来 可我依旧是努力笑笑 积攒最后一点力气 举起手掌 在夏惊雷的脑袋上拍了一下 这一巴掌 根本就没力气 跟摸一下似的 马勒戈壁 既然没法伤他 只能言语上占点便宜了 乖孙 别闹 喊一声爷爷 爷爷就告诉你 草 夏惊雷勃然大怒 一拳便砸向我胸口 这次我估计 被砸断了两根肋骨 我的意识瞬间模糊 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似的 疼痛感也消失了 我尚保存的最后一丝理智 我意识到 我的灵魂在试图脱离身子 再过一秒钟 我就彻底死掉了吧 这样倒也好 至少我不会再感觉到 那样人命的疼痛了 只是 心中那份挂牵 却依旧难以释怀 我感觉身子飘飘然 一股力量在拽着我 要将我从肉身之中抽离出去 我试图反抗 放不下心中牵挂 盈盈 草里 夏雨菲 杜小月 师娘还有英子等人 可我的反抗却根本徒劳 我隐约看到 灵魂即将脱离身体 而就在我绝望至极 我忽然感觉身体之中 竟又产生了一股力道 那股力道生猛无比 竟是猛地将我的灵魂 给重新吸了回去 顿时 一股剧烈疼痛感传入脑海之中 我的神智瞬间清醒了许多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什么情况 我的灵魂又回到了肉身之中 发生了什么 慧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一个悠悠叹气声 忽然在脑海中响起 把我吓了一跳 你 是谁 杀 那声音并未回答我 只是沉声说了一句 杀 话音刚落 我竟分明感觉到 一股狂暴的力气 五品三师藏 之中释放而出 顺着经脉游走全身 那股狂暴的力量 犹如奔腾江河 狂暴汹涌 似要冲破我的皮肉 爆裂而出 一诗出 斩断相思无挂牵 那悠悠声音说道 杀 我猛地睁开眼 那股力量 啄得我身体难受 迫不及待地 想要释放出 这股狂暴之力 我怒吼一声 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 正准备离开的夏惊雷 听到我的声音 大为吃惊 立即停下脚步 转身看我 不可能 你 你分明已被我打死了 死 我仰天一声怒吼 之后 迈着坚毅的步伐 走向夏惊雷 我感觉 我走出的每一步 都无比踏实 地面都为之颤抖 怎么 怎么可能 夏惊雷满脸的惊恐 甚至忘记了反抗 我一拳砸出 夏惊雷这才反应过来 立即伸出拳头阻挡 不过 他的速度在我看来 实在是太慢了 我的拳头直砸了上去 夏惊雷的拳头 根本挡不住 最后 我生生砸在了 夏惊雷的胸口上 他被这一拳给砸飞了 吐了一口污血出来 杀 杀光天下复活者 那悠悠声 再次在脑海中响起 强烈的杀意和愤怒 让我丧失理智 我冲到夏惊雷身边 猛地将他提起 他惊慌地用拳头砸我 可是 我感觉不到疼痛 好像身体是钢筋铁打的 我一把抓住 夏惊雷的拳头 用力一扯 竟是生生将他胳膊给扯断了 啊 夏惊雷痛苦哀嚎 放手 你这个废物快放手 今天你要死在一废物手上 哈哈 我根本停不下来 拽断他另一只手臂 掏出他的心脏 砸碎他的脑袋 只等到他死得不能再死了 一股疲软感才传入脑海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便再也没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一阵强烈的饥渴感 给刺激醒了 刚恢复一丝理智 便感觉全身上下 都是剧烈的痛意 尤其是胸口 感觉像一团火焰在燃烧 喉咙也干燥火辣 我艰难地睁开眼 感觉天旋地转 我努力集中视线 过了好长时间 视线才总算变得清晰起来 周围一片白 看不止 我应该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杜晓月正趴在我旁边打盹 哈喇子都流了下来 她一直握着我的手 模样可爱至极 我怎么还没死 我想动弹一下手 却发觉手臂上打上了石膏 手指也被绷带缠了厚厚一层 根本动弹不了 无奈只好艰难地喊了一声 小月 我的声音很虚弱 但杜晓月还是猛地睁开眼 看见我醒来 兴奋地直掉眼泪 木头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快半个月了 你 你担心 死我了知不知道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 你 吓死我了 别 别说话 我虚弱地说道 我头疼得厉害 啊 好 我不说话 不说话 对了 你可不渴 我给你倒杯水喝呀 我不渴 我说道 奇怪 杜晓月说道 电视上的中病号刚醒来 不都渴得难受吗 为什么你不渴 奇怪了 对了 你不会是有寻死之心吧 拴住你别吓我 你一定不能这么想 你死了 我也活不成啊 我也奇怪啊 为啥我不渴呢 傻孩子 一个沧桑的声音 在病房门口响起 电视上的东西也能信 他一直书生里 盐水和葡萄糖 怎么可能会渴 我立即望向门口 没想到 竟是勾搂老头来了 他静止坐在我身边 笑笑地看着我 怎么样 这副新身体 还满意吗 我皱了皱眉头 满脸不解地看着他 什么新身体 这身体 难道不是我的 还是说 给我做了脑袋 嫁接手术 我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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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 体面 结局 完旋 脑袋